都是境外移入 那么WHO就形容说 美国恐怕会成为下一波疫情爆发的中心 比尔盖茨则是认为说 建议美国应该要实施封锁6到10周 西班牙最惨了 意大利确诊人数毕竟7万 那么官员坦言说 实际然病者可能是通报数的10倍 而西班牙则是不到72小时死亡人数翻倍 疫情影响许多国家都封城或锁国来应对 可是究竟该持续多久 全球生活才能回归常态呢 再交给一伦 好 中国大陆在第一时间爆发的时候 这个武汉是用封城的方式来防堵 那当然现在欧洲的疫情也比较猛烈 这意大利跟西班牙用了同样的措施 但是现在大家就说了 在接下来这个确诊案例越来越少之后 会不会有一个退出战略的考量呢 也就是事实要取消限制 而且要恢复正常 那也有人认为说 会不会这样确诊案例又会暴增 那像是爱丁堡的这个大学流行病学的教授 就认为说如果要有退出战略的话 必须要有三点的考量可能才能进行 第一个当然就是大家最期待的疫苗了 但是疫苗可能要等12到18个月可能才会出来 再来有没有可能是用群体或是自然免疫的方式来进行 这个大家记得吗 英国的首相Johnson之前也曾经说过这样的做法 但是被批评根本就是佛系的防疫 而且这时间点蛮长的 至少要有两年的时间 那再来第三种可能就是改变行为 也就代表这个隔离的措施要更严谨 但是这是一个没有明确的终点线 所以在英国的首席医学顾问 他就直接讲了 这三个看起来 疫苗恐怕还是一个最好的出路 所以现在把希望都放在了科学家身上 希望赶快研发出疫苗 能够遏止新冠病毒 我们就继续来看的是大陆湖北 在今天正式解封了 那么武汉也预计在4月8号 官方就宣称说 湖北省除了武汉以外 已经是连续19天零确诊了 不过外界对于这个数字 是抱持怀疑态度 特别是境外移入病例还在增加 之前疫情也是大爆发 可是南韩并没有大规模的封城 为什么能够像现在这样子压制住疫情呢 原因何在再交给一轮 现在疫情最严重的地方 当然是在欧美国家 不过回推到1月份2月份的时候 最严重的地区第一时间 当然是在中国大陆这边爆发的 不过南韩这边 其实在2月下旬 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 也是一个疫情爆发的一个关键国家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在短时间之内 大概约末两周 就已经达到了压平曲线 什么叫压平曲线呢 也就是可以看到 这确诊案例是逐步来趋缓的 甚至大家就说了 南韩根本没有用到一些极权手段 也没有全境的封锁 为什么可以有效的来降低 这些确诊案例 甚至现在欧美国家 在南韩的报道里面说 这个法国的总统马克宏 以及瑞典的首相勒文 还打电话给南韩的总统文在寅 请教他防疫的策略 不过南韩这边整理了一些相关的重点 包含了他们可能及早介入 其实1月下旬 这南韩出现了首案 他们就已经邀请了企业 来进行检疫试剂的量产 甚至大秋后来整个爆发之后 也赶快宣布了紧急措施 以及他们频繁的检验 南韩每170个人 其实就有一个人受检 他们当时是也先创了 这个600个检疫中心 以及大家所熟知的50个得来素 还有追踪检控 像MERS在2015年 真的让南韩政府 受到非常大的教训 所以后来也修了法 允许政府在社会安全 个人的隐私之上 最重要当然还是公民力量 因为后来他们也发布了 相关的细胞减序 鼓励遇到感染者的人 要主动来进行受检 所以目前南韩的死亡率 大概是在1% 而且8成的人 大部分都是情症 日本今天新增91例 再度创下新高 其中光是东京就暴增了41例 那么东京都知事 晚间就宣布了 要求东京人尽可能在家上班 晚上也不要出门 周末更是避免外出 攀升 那么防疫策略 也从唯独转为减灾 再交给一轮 好 最近大家在网络上 应该都会听到 押平曲线这四个字 到底就代表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希望把 这个新冠肺炎的确诊案例 可以趋缓 而且往后推一点时间 我们可以看到这张 这个曲线图来说的话 绿色就代表它段时间之内 是直接把确诊案例爆充的 这就代表这个国家 在防治措施上面 是完全没有的 那如果防治措施 比较强烈一点的话 就会变成像是黄色 这样子的曲线 是比较趋缓 而且它的高峰情况 是比较少的 那这对于这个国家的 医疗体系能量上面 是比较能负荷 而且政府在备战的时间 也会比较充足 我们现在台湾 目前大概就像 黄色的曲线这样 但是现在台湾 面临一个状况 就是境外移入的个案 真的是暴增 尤其从欧美国家回来的 真的是完全没有办法来负荷 这欧美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医生认为说 可能是他们的防疫 做得非常的不好 因为当地人 根本就缺乏了防疫观念 的确没有错 在亚洲第一时间爆发的时候 当时欧美都是认为说 这个新冠病毒 根本就像一个流感一样 甚至对于戴口罩的人 也有一些唯词跟歧视 甚至有没有可能 是在飞行的时间 因为航程比较长 这密闭空间感染的风险 就会比较大 因为你也一定会有一些 上厕所或是吃东西的习惯 就会变成风险比较高 那当然现在台湾政府 是希望把疫情的浪风 往后再推一点 因为这时间越长 其实我们每一天 可以制造一千多个口罩 那口罩比较充足的情况下 接下来如果有 涉及传播的风险的话 我们也比较能够抵挡 最近暴增的确诊人数 都是境外移入的 所以就有医生形容说 你的出国贪玩 让台湾进入了关键28天 离全境扩散 只仅是一线之隔 很多人都发现说 为什么这些境外移入的 很多都是回来了 才开始有症状 那么可能一方面呢 是潜伏其常 是关键因素 还有就是出国通常会被药 有点不舒服 可能就先吃成药压下来了 已经有一些学校停课了 不过呢 有教师团体建议 停课期间 除了要执行线上教学 也要落实线上点名 减少学生到处啪啪噪 意大利代表酸说 这是黄种人才会得的病 风国21天影响13亿人口 而各界现在担心呢 辽国跟缅甸也出现了 确诊个案 泰国则是26号进入紧急状态